居家环境里头主要的财库有两种 第一种我们所谓的固定财库 也就是稳定的财库所在位置 通常是以居家环境的主卧房间为主 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观众朋友 你是属于年轻族群刚结婚刚独立出来的话 那么居家环境固定的财位 就可以选择在屋子的前段设为主卧房 那原因是因为通常在前段的话 代表这个夫妻之间要靠自己的努力 那么来达到蓄财的一个这个部分 但是如果你的小朋友已经超过16岁以上的话 我们会建议你的主卧室设在房子的后端 第一个小孩他会比较独立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比较替父母导想 第三个部分是你在工作上 比较容易遇到得力的助手 因此在这个固定财库里头 观众朋友可以在你的床旁边的这个最内侧的角落以后 有人会使用聚宝盆 水晶洞 然后盐灯 各种招财物品 摆放在这个位置上都能够达到一定的聚财的效果 居家环境的第二个彩库呢 是在家里的厨房 有两个部分是属于流动这个财库的一个聚集的所在位置 首先第一个也就是炉灶的位置 第二个部分呢 通常在中国古代一头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叫做橱柜 这个橱柜呢转化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电冰箱 这两个部分就是居家环境的流动财聚集的地方 你的炉灶的位置可以使用这个奇迷彩八卦或壶炉 那么来做摆放 达到一定的稳定的一个这个效果 让你的财运更加的提升 第二个部分呢 如果你的冰箱上方也可以使用奇迷彩八卦 那么让你的流动财能够稳定而不漏财 在民间里头要避免财库外漏 通常有两种方法可以来做化解 第一个呢可以在门口适当的一个深处设定所谓的玄关 那么这个玄关呢就可以阻挡我的视线 不会直接看到我的炉灶 或者房子最深的这个角落 第二种方式呢 也就是在厨房的门口加挂所谓的门帘 那么这个门帘第一个不能透明不能透光 长度要尽量在我们瓦斯路开阔的这个部分以下的位置 希望藉由这些方法都能够让所有的好朋友们 都能够裁员广进 裁员滚滚 发员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